兄弟们 重磅消息啊 大主播校长和邵宇彻底被封杀了 所有视频账号全部被封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去搜校长账号的时候 我发现竟然提示账号已封禁 他一共三个账号啊 全部都是被封禁了 邵宇也是如此 然后我就去查怎么回事 最终找到了答案 起因呢 是他俩找人演戏 假装两人被多人群殴 最后警察知道他们是演戏的 所以以扰乱公共秩序罪把他俩给抓了 因为不想直播请假 故意找人当演员拍摄了一段我们在路边被殴打的视频 郑某某 杨某某的行为构成虚构事实 咬乱公共秩序 要求行政拘留 时日的决定 这个郑某某啊 说的就是校长 原名叫做郑景源 而杨某某说的就是邵宇杨志平了 既然都犯法了啊 那他俩自然也会被全网封杀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开头那一幕 账号全部被封禁了 以前我就说过 校长他们总是干一些不入流的事情 上不了台面 迟早被封杀 果然我的预言被验证了 归根结底 还是校长的修养水平不是很高 所以总是喜欢走歪门邪道 从游戏开挂到圈粉丝前到最后犯罪都体现了他整个人的这个水平 包括现在抖音快锁很多的主播啊 一点水平都没有 天天靠低级去为吸粉圈钱啊 最后迟早都会被淘汰的 其次我的第二个预言也被验证了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发过一个视频 我说拓拓和校长最后都会被自己的铁粉给坑死的 因为他们的铁粉都是无脑粉 果然再次被验证了 本来校长少宇只是演演戏做个视频 警察根本不知道 可是呢 校长的铁粉可好 无脑到什么程度呢 一看自己偶像被打了啊 也看不出是剧本 所以直接报警帮助自己的偶像 所以啊 最后导致警察插手了这个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兄弟们 粉丝也是帮少宇和校长报警了 你好 大爱 你好 什么事报警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转发那个打架视频嘛 就是两个游戏主播被酒喝 被哪个人 校长的这个粉丝一看也是很聪明啊 说话都说不太清楚 所以最后呢 一报警 警察必然追究到底啊 所以校长只能说出真相了 他们是在演戏 今天一下子验证了我的两个预言啊 我自己都惊呆了 总而言之吧 校长和少宇两个科技主播从此就彻底离开网络了 祝他俩在现实生活过得开心好吧